《D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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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集我們說過 如何好好地刷車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當你真的Dubble的時候 車子做了什麼呢? 汽車的避力 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就是碟型和古型 碟型就像碟一樣 然後你會看到 它有一個所謂的避力卡鉗 Caliber 你踩避力的時候 油壓去推動避力皮 通常我們的Caliber 都是活動的那種 當避力皮推動避力碟的時候 它受到反作用力 就會把避力拉到這邊 於是兩邊一起夾到一個碟 古型避力 有個古這樣 避力皮就在裡面 是一個弧形的避力皮 當我們踩避力的時候 壓力來到那個分泵 就會把避力皮推開 這樣去Dubble 大家一定有一個想法 就是避力碟當然是先進一點 避力鼓是落後一點的東西 如果我們說回歷史 又不是這樣的 在汽車發燃後 汽車懂得動 人們就想想怎樣弄停它 於是就設計了不同的避力出來 碟型避力其實面積比古型避力 但是大家就想想 碟型避力好像好過古型避力這樣 為什麼會後來被古型避力霸了一段長時間呢 碟型避力的確有很多好處 譬如它很簡單 它散熱又快 那些避力粉又會走出來 容易清潔 那樣樣都好 但是有一件事 古型避力比較厲害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自我增力的功能 美國人就叫做self-server 英國人就叫做self-energizing 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分泌推動避力皮的時候 搞定鼓向這邊轉 避力皮的一個端 就會與鼓接合 這個時候鼓繼續向前轉 就會扯動避力皮向前走 就可以自己越迫越緊 早期的設計 避力皮是兩邊張開 就是一個角是有這個力的 我們就叫做single leading shoes 前面那隻我們就叫做leading 後面那隻就沒有的 後來人們更加聰明 就設計到一個沒有固定轉軸的 它撐開的時候 其實兩塊皮是有點鬆動的 於是就得到這個角又頂住 這個角又頂住 這樣就很大力的 就叫做double leading shoes 這個設計 就發覺很有效地停車 於是一路由192幾年一路去到196幾年 甚至乎到了今時今日 還有些貨車巴士 仍然在用這個設計 但是 車的馬力越來越大 馬力越來越大 你撐停它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產生越來越多熱流 人們發覺散熱是很重要 於是想一下 用回碟形臂力 但是碟形臂力 就沒有這個self energizing 不要緊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人發明了 臂力的動力輔助系統 有了臂力的動力輔助系統 之後 大家就很放膽地去用碟形臂力 首先放在前面 因為我們倒閉的時候 車身向前衝 頭輪做臂力的工作 是大於後輪很多 所以我們要把碟形臂力 放在頭輪那裏 故事呢 在六七十年代 還在尾輪很流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拉手掣的時候 引擎關掉 沒有了動力 所以我們就保留個故事 可以用來拉手掣用 一物易用 然後後來人們就覺得 我真的想性能再高一點 可不可以給我四個碟 可以 四個都是一碟 那麼手掣是怎麼做呢 四個碟其實我們都用過故事做手掣 在四輪碟撒裡面 尾輪比喱碟裡面 其實是藏了一個故事 是有六套比喱皮的 四套碟 兩套故事 當然後來再進步一點 有一些所謂的電子煞車 早期都是用了摩打去代替人手 去拉那裏 內藏的故事仍然還是有的 但最新的電子手掣 碟形煞車的卡尼巴 它是附載了摩打 然後摩打去推動油壓泵 直接鎖住那個碟子 於是最新款的電子手掣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再用這個故事 這個就是過去一百年 整個避力發展的大致過程是這樣 避力之所以能夠由股 轉了做碟 最重要是得力於有動力輔助 最早期的動力輔助就是用震空 這個真空的動力輔助 是利用引擎的引擎的真空 去幫忙做一個所謂的伺服 是甚麼呢 就是一半的力是幫忙 另一半的力也是來自司機自己的腳 這個設計是相當之好用的 直至到大約80年代左右 就是因為風油軚開始流行 風油軚是需要一個油泵 由引擎帶動的 於是有些人就想想 既然有油泵 有這麼多液壓 我不如找那些液壓來幫忙 於是出現了液壓式的動力輔助 這個液壓式的動力輔助 並不是用風油軚的油去直接推動煞車系統 它只不過是利用風油軚的油去幫忙 做動力輔助去推動煞車的總泵 而那些break fluid是用原來的break fluid 跟風油軚的油分開的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夠大力 但是它的缺點也是因為它太大力 因為它這麼大力 人的參與就低了 所以在80年代90年代 很多德國車都喜歡用這個系統 但是發覺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關火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什麼意外 開放了波通的手掣 在斜路上 原來人是無法停車的 如果用welcome server 就不同了 welcome server 起碼有一半的力 是來自司機的腳的 就沒有問題 但是Hydrolic server 糟了 死了火之後 原來得不到車 可能就會出意外 所以到了現在 譬如幾噸重的GM Hummer 仍然都是用Hydrolic server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用welcome server 大家很關心的就是 我們比翼皮的物料是怎樣 最常用的就是所謂的非金屬的比翼皮 它就是若干種非金屬的物質組成的 會有些化學合成的纖維 碳酸鈣 最重要的是電木的成分 Phenotic Racing 這個是用來把各種不同的物質 把它搬在一起 什麼是電木呢 如果大家打開家裡的電製 你會看到裡面有些啡色的東西 那些就是電木的性能 就是性在絕緣 絕熱 以及可以來告運 用了它 就將那些 剛才說的各種非金屬物質 把它搬在一起 就是一個很好的煞車物料 後來有些人覺得 需要性能高一點 因為在W的過程裡面 這些非金屬的物料 在很高溫的情況之下 是應付不來的 因為那些電木粉是會氣化的 於是有什麼可以頂到更加高溫的 就出現一些所謂的 金屬的比翼皮 那些金屬的比翼皮 往往都是用鐵粉、銅粉 然後將它混在一起 將它做一個centering的工序 即是燒結 將它溶了 然後凍結之後 就變成一塊金屬的比翼皮 金屬的比翼皮 它的性在是耐高溫 但是它的缺點 就是 都很吵 還有它對鼻翼碟的傷害 是比較大 更加高級的 就是用陶瓷物料製造的比翼皮 那陶瓷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更加耐高溫 會不會像金屬那樣 吵一聲吵 它不會的 因為陶瓷的聲音頻率 是比金屬更加高的 高到人是聽不到的 所以陶瓷的比翼皮 是出奇地沒有什麼聲音 但是它實在太硬了 對於比翼碟的傷害 是非常之大 接著我們說說比翼油 比翼油 比翼油 大家經常會被那個 油字誤導了 其實比翼油 過去一直以來 用的比翼油 它都不是油劑 它是一種化學溶劑 叫做月耳醇米 Glycoeder 它的最大優點是什麼呢 就是它那個 焦點比較高 它沒有那麼容易沸騰 所以陶瓷工作的時候熱 都可以應付 因為如果沸騰了 產生了氣泡 你踩下去的壓力 就不能夠傳遞 到時陶瓷就會失效 所以英文 我們陶瓷油 就不是叫做 Brick Oil 我們正式的名字 應該叫做 Brick Fluid Brick Fluid 怎樣分級數的呢 你會見到包裝上高寫著 Doc 3 或者是Doc 4 這個DOT 就是Department of Transport 這個意思 數字越大 是代表它那個 費點越高 即是性能越好 但是 後來當它發展到Doc 4之後 事情就出現了變化 有些車廠 它就想設計一些更加厲害的 Bring Point更加高 於是它就開始使用了油劑 所以去到Doc 5 是Silicon Oil 原本的Glycoida 再進一步 就不可以用Doc 5 Doc 5的油劑用了 就變成Doc 5.1 所以如果你現在用的車 大部分的民眾車 都不是用油劑的 即是你都是用Doc 3或者Doc 4 如果你真的要升級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倒Doc 5下去 你要入Doc 5.1 因為油劑 是會對你的燈泊 油喉 會有一定的腐蝕力 你是專用賽車 你才可以用Doc 5 如果你是民用車 你不斷升級 你去到Doc 4 就已經很好 真的要再升級 都是Doc 5.1 不要用Doc 5 重型的商用車輛 它的避力 通常都是用氣壓避力 氣壓避力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們Welcom Servo 最大的壓力 大壓力都是一個巴 但如果我用壓縮空氣 我就可以做到很多巴 力量很大 以及空氣是用之不揭的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媒體 但它跟我們駕開私家車的 液壓避力 分別是很大的 如果你駕駛的時候 尤其是剛開始駕駛 這些氣動避力 你可能會手足無操 為什麼呢 因為液體 是不能夠壓縮的 所以當你踩下去的時候 給予你的反應的感覺 是很好的 你踩下去 沒有虛位之後 你再踩下去 就是你的力度 很準的 但是氣壓 你踩下去的 其實是一個調壓制 是一條彈弓 踩深一點 壓力又大一點 踩深一點 壓力又大一點 所以你回來的感覺 好像慢了半拍 如果初初駕不習慣 就會踩到很深 整個車就會很滑 這一集我們講了 煞車的機械結構和發展 下一集 在Drivers Club裡面 很多朋友很踴躍留言 我就會盡量在下一集裡面解答